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毫米足迹的田径 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到百王山溜溜腿 6块钱一张门票 还算挺便宜的 一进大门 右手边有个停车场 一小时两块钱 这个公园呢 以北京市区最近的一个森林公园了 它呢也就在一和园的向北 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山也不高呢 最高的主峰呢 也只有210米 这个地方能看到好多的这种木桩 它其实是规划木 是亿万年前形成的 你看有的特别像玉的 这叫玉画树 毛主席的题字 绿画祖国 这个背的背面就写的是 十形大地圆林画 好大的玉树 有两棵玉树 这个开得这么旺 好大一棵 快赶上我的脸了 这都是背铃 有毛主席提的字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背课呢是按照我国传统的 左文右武的顺序排列的 跟影抄体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去这边看一看 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地方 是书法名人的悲客局 里头是个小迷宫 正板桥 山繁旧简三秋树 林毅飙心二月花 旺儿台 我们去旺金楼顶峰 现在人赏呢 终于可以把口罩摘下来一会儿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现在北京呢很多地名呢 都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战斗家族有关 比如说 六郎庄 挂甲塔 西北旺 东北旺 南洋坊 寒家川 旺儿山 也就是我脚下的百望山 这些地名呢 都是来自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的故事 请我慢慢跟你说 蜜蜂采蜜王 传说杨家的将士曾经在这些地方战斗过 后世为了纪念他们呢 就留下了这些地名 但是 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是怎么回事 他们真的到过这些地方吗 杨家的第一代战将呢 叫杨叶 她媳妇呢 是蛇赛花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蛇太君 杨叶呢 本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小国 北汉的将军 宋朝第二位皇帝 宋太宗 赵光毅呢 第一次北伐收复了北汉的时候呢 杨叶呢 就归附了宋朝 打下了北汉之后呢 赵光毅决定立刻挥师向东 一举收复幽州 这次行动呢 是宋朝最有可能 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一次战斗 然而呢 是以失败而告终 赵光毅呢 也身负重伤 最后坐着驴车 灰溜溜的跑回了东京汴梁 在这次战斗中呢 宋朝军队包围了幽州 却始终没有攻入城内 宋朝军队最北 也就打到了现在的 清河沙河附近 在那里和辽朝军队 对峙了几天 最后在现在的西之门外的 高粱河附近大败 这次战争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而且并没有史料证明 当时刚刚归附宋朝的杨叶参加了战斗 此后宋朝军队就再也没有到过 这么靠北的地方了 几年后宋太宗佑重拾雄心壮志 发动了第二次北伐 史称雍溪北伐 而这次呢 顶多是打到了河北的卓州附近 就战败了 在这次战争中呢 杨叶率领的西路军呢 在山西的太原附近 与辽军作战 最后不幸被俘 不是传说中呢 一头撞死在了李林碑上 而是绝食三天而亡 旺儿台 北宋年间 辽请宋靖 炎映帅帅帅兵战 寒昌鱼山下 母舍太君登山立此台上 这就是旺儿台 这个就是舍太君的塑像了 传说呢 舍太君就是站在这个地方 向东北旺一旺 那个地方就叫东北旺村 向西北旺一旺 这个地方就叫西北旺村 这个山呢 就叫旺儿山 鱼千 鱼千 小时候都可爱吃鱼千饭了 百旺山呢 又号称太行泉少 像今天天气特别好呢 看清楚那边的山 这边呢 是太行山脉 那边是燕山山脉 北京呢 正好是在两个山脉交界的地方 形成了北京湾 东北方向有白河 西边呢 有永定河 所以北京呢 就坐落在三山拱卫 两河环绕的风水堡地上 山顶上人比较多 还是戴上口罩吧 这就是旺金楼 其实就是森林防火的亮望台 是森林高国险的地方 严禁西烟 及一切皆外面中 你看 观水 观山 观气象 望东 望北 望京华 横批东西南北中 庙前呢 庙前呢 有一块碑呢 上面说 这个舌太君庙呢 最早记载于万历十四年 所以呢 舌太君这个庙呢 可能是建于明朝初期 后来呢 这个庙呢 毁于战乱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呢 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原址上复建的 金中报国杨家将士 惊天地 避雪担心 金国英雄 扭乾坤 你看里边那个字 就写的是那个 夭折的折 因为他的孩子 过早夭折了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信 就改成了 现在那个舌太君的舌 现在是疫情期间呢 所以呢 这个室内是不开放的 然后东西配电呢 也是关着门的 我们隔着窗户 看看里边有什么 六郎庄村 挂甲腿 百望山 杨家叫战斗过的地方 下面镇中间是个幽州 幽西北伐之后 杨家的第二代战将 杨延昭正式登场 而杨延昭的战马 最多只踏到了 现在的河北宝定 从未涉足过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还有一层 江山如此多郊 江山如此多郊 百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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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杨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呢 只有一个杨文广 杨文广征战的地方呢 是在西北的陕干一带 跟西下的军队打过仗 他呢也不是一个高级军官 最多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 所以也没有是传说中的那么高的威望 再往后 杨家的后人呢 只有在水浒站里出现过了 就是清面兽杨志 自称是杨家将的后人 纯粹是小说里的人物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北京地地内呢 跟杨家将有关的这些地名 都是后世老百姓 根据文艺作品度胀而来的 带着口罩 闻不着味儿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 宋太宗 赵光义 我想想啊 打下了北汉之后 这些地方是最好 上山了好饿呀 正好呢 山顶上有个小卖部 价钱还算良心 一根烤肠五块钱